紅著眼眶跟著拍打節奏 身旁圍繞著一群 頭戴耶誕頭飾的小朋友 看得出來爺爺是相當感動 日前是一位花蓮 深入家堂的教友 在牧師梁帆偉的帶領下 前往不變外出的長者家中 為他們獻唱多首經典詩歌 帶來耶誕祝福 這個時候如果我們能夠去 事實的展現 我們教會對這些長者的關心 那也可以讓他們感覺到 他們在這個世界上 在社會裡面還是被愛的 花蓮深入家堂 攜手花蓮老家協會 連續六年在耶誕前信 報家音 今年來到三位行動不便的長者家中 儘管他們的宗教信仰不同 但濃厚耶誕氣息也感染他們 這一次有一個臥床的大哥 然後他還跟著一起唱 那他本身是佛教徒 那我後來問他 大哥你怎麼會唱 他就說因為這個歌很普遍他有聽過 他就跟著一起哼唱旋律 實際關懷行動帶來陪伴 年輕時曾去過教會 行動不便後就再也沒有機會 當教會走進家中也讓他們相當感動 人間維持江碧院花蓮採訪報導